来看第五种销售情形 是发出商品时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时 当然就不能确认收入了 可是商品被发出了 商品发出时是带库存商品 肯定要急账啊 库房里商品没有了 库存商品也减少 那借方是什么呢 考试就考你借方写什么 写什么 写这个科目 叫发出商品 也就是库房里的商品没有了 发出在外的商品增加了 这是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时 我们要做的一笔处理 来完整的来看一下这段话 结案合同发出商品 把商品已经发出了 但是合同约定 客户只有在商品售出 取得价管后才支付货款 我们就是卖货方 我们把商品发出了 但是作为客户就是买方来说 他能不能给钱呢 决于他将来把这货能不能卖出去 他卖不出去就不给我们钱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作为卖货方把货给他了 将来钱就不符合收入券条件 什么条件 一定是很可能收不赔 而现在可能收不赔 这样不符合条件时 作为卖方来讲 就不能确认收入 所以接下来看 且向客户转让该商品的对价 未达到什么条件 很可能收回的条件 对吧 这样在发出商品这个时间点上 作为卖货方来讲 依然要进行账用处理 不确认收入 但并不代表着你不做任何账用处理 库房里的货没了 你要做账用处理 应该反映库存商品减少了 说企业不确认收入 反映库存商品减少了 将发出商品的成本 就是什么科目 就是发出商品科目 就这么一笔处理 带库存商品 接发出商品 这样从卖货方角来说 就认为企业资产并没减少 库房里资产减少了 发出商品也是你的资产 自然总而不变 它有这么一种想法 好了 这是发出商品时不符合条件 应该怎么来进行处理 接下来再来看 发出商品的科目 记录什么内容 核算企业发出商品 且发出 但客户未取得商品 控制权时的商品成本 未取得控制权 就不确认收入呗 也就合算 不确认收入时 它的商品成本 还挺绕我们的 如果真的乍来考我们 你说它对还是不对呢 对吧 这个意思就是 你要熟悉它的表述 别到时 你说用大白话说知道 最好用文字表述 你不知道了 那就麻烦了 计划该背要背下来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两种情形的账户处理 两道例题 一道例题就是明确的 你商品发出时 不符合确认条件 第二道例题讲的是 叫委托代销商品销售 在发出时也不符合确认条件 来我们看 分别来看这两道题目 下来看第八题 2020年7月10号 假公司向乙公司 销售一批商品 开出的发票上 注明价款是20万元 税额是26000元 款项尚未收到 把发票给开了 但钱还没有收到 同时告诉你 商品的成本呢 是12万元 这是假公司 把货卖出去了 他说 向乙公司销售了 就暗含着告诉你 把货给对方了 发票也开了 对吧 就是钱没有收到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假公司 能不能确认收入呢 如果未来的钱 能收回来 很可能收回 这时就确认一笔 应收款就可以了呗 对吧 但他下面 给出了补充说明 说明 钱很有可能收不回来 怎么说呢 看第二段 假公司在销售时 得知 乙公司资金 周转发生了困难 但为了减少存货积压 为了维持 与乙公司的这种合作关系 假公司仍然将商品 发给乙公司 并办妥脱手手续 也就是 假公司把货 给乙公司的时候呢 说知道了 哟 乙公司啊 经济困难了 可能将来钱收不回来 又为了维持 它的良好业有关系 就忍痛 把商品发出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想想 对于卖货的假公司来说 钱达不到 很可能收回的条件 这种情况怎么办 就不能确认收入了 所以我们来看 它的相关处理 假定假公司 发出该商品时 其纳税义务 尚未发生 尚未发生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 不用做 消耗税额的处理 他告诉你 尚未发生吗 对吧 不用做 消耗税额的处理 但这里 我觉得这条题 就有点矛盾了 为什么有点矛盾了呢 按照我们实际的经验来说 开票了 开票就产生 拿税义务了 但题目呢 它是教材原题 教材就这么 稍微有点矛盾的一个题目 我们考试怎么办 如果真的出 教材这种原题了 就按照教材来回答 就可以了 以Homer为准 Homer说了 你开票 开票也不满 都拿税义务 那按照教材来作答就可以了 那是义务 尚未发生 就是不用确认 肖像税额的处理 好 我们来看 它后面又进行解释了 说为啥不确认收入呢 说本类中 由于义公司资金周转 存在困难 因而假公司在 获款回收方面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与该批商品所有权 有关的风险和报酬 没有转移给义公司 根据在某一时点 旅行的旅业义务 收入的确认条件 由于钱可能收不回来 所以说呢 就不要确认收入了 所以他说 假公司在发收商品 且半妥脱收手续了 半妥脱收手续了 这时也不能确认收入 因为钱可能收不回来 来 那他做账务处理怎么做 就反映 库存商品减少 发出商品增加 看到了吧 我们再来延伸一下 作为这笔业务的处理 对资产总额的影响是什么 资产总额是增加了呀 资产总额是减少了呀 应该是资产总额是不变的 写一个产总不变 为什么产总不变呢 因为库存商品 它作为企业资产 发出商品啊 它既然没有被卖掉 还认为是企业资产 所以它是资产总额内部 一项资产减少 另外一项资产增加 所以资产总额是不变的 要掌握住啊 来 接下来看第九题 第九题呢 是另外一种情形 商品发出了 但不符合收入权条件 不劝收入的一个典型的例题 什么例题呢 就是委托代销销售啊 比如说一元春八 摄出洋要串来了 摄出洋要串以后呢 我们现在委托ABC三个超市 让他帮我来卖 我们签了一个合同 让他帮我来卖 说卖不出去 还退过我们 那我们把商品放到ABC三个超市的时候 超市并没有给他卖掉呢 我们放出去了 我们能说 我们就实践收入了 不能这么说 因为这商品还没有被卖出去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将来超市没有卖出去 还给我们退回来呢 对不对呀 我们的钱可能收不到 所以这个时候不满足收入的确认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要确认收入 只反映你库房里商品没有了 别人帮你卖的商品 在外面商品增加了 发出商品增加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委托代销商品这种销售方式下 发出商品是怎么处理 对方给卖掉以后 怎么再来进行处理 来看这道题目 假公司与乙公司均为增税一般债务人 2020年6月1号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委托代销合同 假公司先告大家 他是委托方 乙公司帮假公司来卖 他就是受托方 好 接下来看 假公司委托乙公司销售商品是2000件 达六商品已经发出了 商品已经从假公司库房 已经搬到了乙公司去了 已经发出了 说每件商品的成本是70元 合同约定 乙公司应按每件100元的价格来对外销售 假公司按不含增税的销售价格 10%向乙公司支付手续费 这句话就来表明 在这次的委托代销交易当中 乙公司不能随便涨价 只能按照假公司限定的价格来对外销售 只能按照100元一价来对外销售 那所以乙公司应该赚什么钱呢 乙公司按照卖出去价格的10%来收取手续费 这种委托代销叫什么委托代销呢 大家注意 委托代销有两种方式 在初级当中只讲解了一种方式 叫什么 叫收取手续费方式 收取手续费的这么一种委托代销方式 收取手续费的这么一种方式 将来我们在考试时 看到前面这段话就知道了 它就是收取手续费的委托代销方式就可以 好 将来给这段话呢 对委托代销这种方式做了一个解释 我们一般性的了解 主要掌握住前面 能知道它是委托代销收取手续费方式就可以 来 看一下它下面的解释 除非这些商品在乙公司存放期间 由于乙公司的责任发生毁损或丢失 如果是乙公司的责任的情况下呢 尽管委托代销那乙公司也得赔 他说如果不是这些原因 否则就不是这些原因 在W商品对外销之前呢 乙公司没有义务向甲公司支付货款 乙公司只是帮甲公司来卖 卖不出去退回去呢 对吧 没有付款的义务 它不是包销 所以说乙公司不承担包销的责任 没有收书的商品必须退回给甲公司 同时呢 甲公司呢 也有权要求收回W商品 或将其销售给其他的客户 也就是在乙公司没有卖出之前呢 那甲公司还可以把这商品要回来 就这么一种委托代销的方式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这是哪天的处理 6月1号啊 是委托代销发出货物 给出相关的资料 这是协议的约定 也发出商品了 接下来再来看 实际啊 它的销售情况 说整个6月份 乙公司卖出多少货物呢 给了他2000件 他对外只卖了1000件 乙公司把货卖给顾客了 卖给顾客以后 他把货给顾客 跟顾客收钱 同时要给顾客开票吧 这是乙公司呢 就直接给开发票了 来 我想看 说开出的发票 著名价款呢 就是约定价格是10万元 1000件嘛 一件100就10万元 好了 这是乙公司在6月份 给顾客商品时 开出发票 好 接下来 再来看到6月底了 6月底以后 现在乙公司呢 要跟假公司算账了 说我帮你卖了1000件 就要算账了 怎么算账 那就是要扣除手续费 把顾客给假公司呗 来 看一下他的表述 假公司收到乙公司的代销清单 乙公司要告诉假公司 你给我2000件 我卖了多少件 在代销清单上 要写卖了多少件 注意 这个申点非常关键 什么时候给代销清单 是6月3日上给的代销清单 好 说还有代销手续费的专用发票 由于乙公司帮假公司来卖 相信是获取一种劳务收入吧 那获取劳务收入那方呢 要根据他收取的收入金额 要给谁付钱 要给谁开发票 现在乙公司要收取劳务收入 要给假公司开发票 开手续费的发票 好 这个手续费的增税税率为6% 来 接下来再来看 以及扣除代销手续费后的余款 就给假公司了 给假公司以后 假公司真的收到钱了吧 由于在刚开始发货的时候 只把货给了乙公司 当时没开发票啊 现在到6月底的时候 由于收到了乙公司的货款 这个时候呢 假公司再给乙公司 开具相应的增税税转用发票 你看他俩相互开啊 谁收钱谁开 假公司收下了 假公司开 乙公司收取劳务费了 乙公司开 是吧 相互给对方开票 开收入票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假公司的处理 在这个题目当中呢 既有委托方处理 也有受委托方的处理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 都考的是委托方的处理 受托方考的概率相当于比较低 相当于比较低 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说 受托方就不考 不准排除 我们主要掌握着委托方的处理 来 我们先来看委托方 假公司怎么来进行处理 看他第一个时间点处理 就是6月1号 他发出货物了 发出货物时 不符合收入券的条件 因为将来货可能卖不出去 还可能退回来呢 所以只做一个 一库的处理就可以 做什么 一库的处理 就反应库房里商品减少了 这些商品放在受托方的超市里 帮着卖呢 还是你的商品就可以了 来看 反应 库存商品减少 发出商品增加 问发出商品的金额 什么金额 是发出商品的售价呀 还是发出商品成本呀 算算这个14万 应该是发出商品的成本 本身14万是库存商品成本吧 库存商品减少了 发出在外的商品的成本增加了 而不是发出商品售价啊 注意 这是发出商品的成本 要注意啊 来 这是6月1号的处理 接下来这些商品就到了乙公司 乙公司今天卖一件 明天卖一件 后天卖一件 乙公司每天都在外卖 那卖是怎么做账号处理 那是售托方的处理 我们现在伪托方不管啊 我们伪托方管的是什么呢 到月底了 乙公司要跟伪托方 要进行算账了 这个时候 这个甲公司 伪托方才进行相关的处理 来 我们看 在6月30号 一下就到6月底了啊 乙公司要和甲公司进行算账 怎么算账呢 要给甲公司开来代销清单 所以在未来考试的时候 就说 甲公司什么时候进行账号处理 是在收到乙公司代销清单时 再来进行账号处理 因为 代销清单上写了 已经卖了多少货 这个时候要确认收入啊 所以说在收到乙公司开来的代销清单时 甲公司才确认收入 因为这些货确实卖出去了 要确认收入 来 我们看一下 甲公司怎么来确认收入呢 看一下它相关的处理啊 这笔处理就和我们销售后 款未收的处理是一样的 对吧 反映收入是你约定的售价 卖了1000件 就是1000件的售价 增证税 就是1000件的增证税 然后应收款是函税价格 再反映商品没有了 这个主营业务成本增加 但是这个商品是什么商品 不是库存商品了啊 是发出商品没有了 主营业务成本增加 对吧 这就是确认收入处理 没什么难度 但我们这里要注意 是不是还要反映 要给乙公司一笔手续费啊 对吧 那笔手续费怎么处理呢 那笔手续费 并没有在你确认收入时 从收入当中抵减啊 这里的收入是多少收入 是1000件的收入 一件100块钱 是这么算出来的 那手续费没有从收入当中抵减 那手续费怎么处理 手续费是委托方的销售费用啊 相信是假公司让乙公司帮他卖 卖了以后 来给乙公司一笔手续费 他支付一笔销售费用 所以现在我们再做的就是 乙公司结算手续费啊 那所以假公司来讲呢 就算一笔销售费用出现就可以了 来发生销售费用怎么处理 那就是借销售费用增加了 然后有销售费用增税 那作为进项税额 假公司相当于购买了一项销售的劳务 基础销售费用 销售劳务的增税 基础进项税额 那带银行送款吗 不用带银行送款 从应收款里扣就可以了 对不对啊 反正应收账款减少 这笔销售费用呢 费用怎么算 就是按照不含税价款的10%来算 增税怎么算 按照你的销售费的金额 再乘以6%就可以了 是这么算出来的啊 这样我们来看 一项账款是你含税的总价 增加了在借房 那销售费的一项款减少了呢 是在贷房这一借一贷 二的差额 就是你应该收回的款项 对吧 这是在收取代销清单时 我们要做的处理 第一要把握住 作为委托方 什么是确认收入 是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吗 不是 是收到代销清单时确认收入 这是第一要把握住的啊 第二收入金额是多少 就是你约定的收价 不要扣除手续费 第三 你支付的那手续费怎么处理 记录销售费用啊 没有从收入当中进行扣除 第四 那你应收多少钱增加 应收多少钱减少也会算啊 因为这里各有一个含税金额嘛 对吧 要把握住 好 最后一步 把钱收回 那就反映应收款减少 银行存款增加就可以了 这是委托方处理 委托方麻烦就在于 收到代销清单时 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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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知道 收入费 作为销售费用处理的 没有从收入当中进行抵减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收入托方的处理 写收入托方之前 你可以暂时休一会儿 小休息 小气一会儿 为什么 因为委托方就够你头疼的了 是吧 那希望你呢 先把委托方的分路呢 要反复写书列 写书列以后 来 忘掉它吧 咱们再转头来 说我们现在又是收入托方了 收入托方怎么来进行处理 收入托方也是挺让我们的 来看一下 第一 6月1号收到商品了 收入托方收到这些商品以后 他不不作为自己的存货来处理 是帮别人卖的嘛 这是暂时在收入方存放而已 对不对呀 那这时我们来看 收入方怎么处理呢 他这来处理的 增加一项 受托代销的商品 而不是增加库存商品 他知道 这商品收入权不是自己的啊 所以增加的是 受托代销的商品 商品增加了 给钱了吗 没给钱 再增加一项负债 这项负债叫什么呢 叫受托代销商品款 就比借方那多了一个款子 看到了吗 借方是受托代销商品 贷方是受托代销商品款 多了一个款子 多了一个款子 变成负债了 上面呢 可以当成资产类账户 注意啊 当成资产类账户来使用 当成资产类账户来使用 但你能说它是资产吗 作为受托方来讲 没有所有权呀 不能作为受托方的资产啊 只能是当成资产类账户来使用 受托代销商品增加了 就说是受托代销资产增加了 好 增加季节方 资产增加了 然后负债增加 当成资产 当成负债就可以啊 来 这是收到商品时 并没有做采购的处理啊 只是帮别人卖的商品 在你这经存放 接下来就是每天对外销售 每天对外销售的时候 能不能像卖自己商品一样 要确认收入呢 不可以 因为这是帮别人卖的啊 什么时候才能确认收入 将来他确认的是那个手续费的收入 现在商品卖的时候 他不能确认收入 那他怎么处理呢 他是卖一件就反映啊 受托代销商品减少一件 好 看一下怎么处理 就把正常销售的处理 那个贷主营业务收入 换成什么 换成贷 贷销商品就可以了 反正商品减少就可以 不要再确认收入 来看一下 对外销售时的处理啊 对外销售时反映 是银行存款增加了 然后项上税额增加了 因为他给他给顾客开票啊 是吧 有项上税额 这是是带主营业务收入吗 换 把带主营业务收入 换成带 受托代销商品 受托代销商品当成资产 资产基带方 就是受托代销商品减少了吗 受托代销商品减少了 钱增加了 就这么一笔处理啊 我们要知道 在他外卖的时候 不要确认收入 他所确认收入是手续费收入 而不能是商品销售收入 对吧 好 这是对外销售时 也没有马上截转成本啊 来 我们再来看 第三 就是到月底了 每天卖呀卖呀卖 卖呀卖 每天做是上一笔处理 到月底了 就要跟这个甲公司进行算账了吧 就说 我给你帮你卖了一千件 你要给我手续费 给你手续费 从这货管当中扣除就可以了呗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 他具体的账务处理 是怎么来进行处理的啊 有扩二三 有扩二四 都说的是6月30号这天的处理 好 我们先来看 6月30号 是收到甲公司开局的增税专用发票 是收甲公司开局的发票 这是要补够够进 补够够进 怎么叫补够够进呢 因为你收到发票了呀 原来收到货的时候 没反映这个进行税的问题 现在收到发票了 要反映进行税 怎么反映 来看一下 它是榨处理的啊 把你当时收到货的时候 增加一种负债 那种负债叫受托代销商品款 实际上负债吧 这个负债 只是说当做负债来核算的 现在要变成真的负债了 因为一公司把货已经卖掉了呀 真的欠甲公司钱了 对吧 就反映 受托代销商品款减少了 应付账款增加 然后再把那个进行税 给确认就可以了 因为你收到发票了 发票上进行税呀 对吧 那这时你的应付账款 就是什么 就变成含税加款了 来 再来重复一遍啊 把收到代销商品款 变成应付账款 但是应付账款这里还没含税 然后把进行税确认 应付账款再来含税啊 也就是捕捉 勾进来确认金项税额 确认你的含税的应付款就可以 好 这是第三笔分路的处理 接下来 乙公司是不是还给假公司开发票了呢 开那个手续费收入的发票 再来看这个手续费收入发票 对于收到方怎么来进行处理 就确认收入呗 是吧 确认什么收入 帮别人来卖是一种其他业务 作为其他业务收入来进行核算 好 我们来看 反映其他业务收入增加了 其他业务收入 确认的销向税额 依然作为销向税额 他收取的手续费 作为其他业务收入 手续费的增值税 记住销向税额 看到了吗 好 收入增加 销向税额增加 收钱吧 不能直接收钱 而充减你应付款就可以了 要从应付款里扣吗 所以这里是借应付账款 好了 这是确认收入充减应付款 再重复一遍 确认手续费收入充减应付款 这还有一个空格 说明还有别的内容 我们还要反映 反映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啊 我们在这里 反映你应付款的总额有了吧 应付款增加了 接下来我们确认手续费 充减一笔应付款吧 还有剩下的应付款呢 要给对方给付过去 对吧 那现在我们把剩下的笔应付款 给付过去就可以了 如果单独做处理 就是借应付账款 带营养资金 是这么一种情形 好 这是我们所谓的 受托方的处理 看到了吗 来 也希望同学们把握住 第一个核心点是什么呢 受托方在收到商品的时候 作为自己的商品来核算吗 作为代销的商品来核算 增加一项代销资产 增加一项代销的负债 对吧 然后在销售的时候 不确认收入 而只反映代销商品减少了 那代销商品款呢 等到月底的时候 再把代销商品款转为真正的负债 转为应付账款 再补夺购金 同时呢 再来看一下 你确认的手续费收入 怎么来核算 确认其他要收入 充建你的应付款 对吧 如果把最后一笔 分成两米分路 就这样写 借应付账款 是这个手续费的含水金额 是10600 然后代其他要收入 1万 代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香水额是600 剩下的就是应付账款 和这10600真的差额 再给付出去就行了 借应付账款 代银行存款 也可以 和2为1 就是这笔分路 就是这笔 来 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看 我们以往年度 它的考试方法 首先呢 来考核呢 就是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时 你把商品发出去了 怎么来进行账务处理 来 看一下这道题 说 如果销售商品 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在商品发出时 就不需要处理 不需要处理吗 库费商品减少了 发出商品增加 那是不处理 处理了啊 不处理是不对的 只是做一个 夷库处理就可以了 来 我们看 这道单选题 下来看中 企业已经发出 但不符合收入 确认条件的商品成本 应该借进哪个科目 代银行存款 借发出商品呀 所以就是送费题 就是借发出商品 来 接下来看 这道单选题 就是对于委托方来讲 什么时间确认收入 是发出商品时吗 不是 要考核 确认收入时间 知道劝收入时间了 这收入怎么确认 手续费怎么确认 是经常考核的 来 看这个题目 下来看中 关于企业采用 支付手续费方式 委托代销商品 快处理 表述正确的是什么 首先告诉你是 委托代销 是委托代销哪一种呢 是 收取也可以 支付也可以啊 就是手续费方式 我们还有一种 始终买断方式 终极在讲 这里不讲 这里只讲 别人帮你卖 你只给对方 手续费就可以了 好 在这种方式下 正确的是什么 A 支付的代销手续费 进入主营业务成本 错 作为委托方来讲 让收取方帮他卖 相信购买了 收取方一个劳务 这笔 手续费是进入销售费用的 不是进入主营业务成本 2B 发出代销商品时 确认相应的主营业务成本 错 发出代销商品时 是库存商品减少了 没有被真的卖掉 发出商品增加 而不能说 借主营业务成本 代库存商品 不可以的 C 发出委托代销商品时 确认收入 错 什么是确认收入 收到代销清单时 确认收入 发出商品时 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是不能确认收入的 4B 收到受托方开出的 什么是确认收入 对 没看完就对 就是收到代销清单时 来确认收入 是一个正确的表述 一定要掌握住 委托方确认收入的时间点 我开始跟你干长相了 发出商品 你肯定说不对 收钱 是收钱时确认收入吗 并不是收钱 是什么 是收到代销清单时 看前面题目 收到代销清单时 确认应收款 那个时候就确认收入了 不用等到 未来收钱时确认收入 所以要注意 是哪个时间点来确认收入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道单选题 就关于在委托代销方式下 委托方确认收入金额 怎么来确认 手续费 用充填收入吗 不要充填收入 题目我就不再完整念了 最终他就问 在委托代销方式下 委托方假公司 应该确认多少收入 就是用收入多方 转来的代销清单上 说卖了多少件 就确认多少 卖的收入就可以了 不用管你给他多少件 只管他帮你卖了多少件 卖了多少件 乘以售价 就是你要确认的收入 至于要给他手续费 不要充填收入 是作为单独销售费用来处理的 所以说 问你确认多少收入时 就是找卖 找卖的 看这个题目 说 假公司本年度委托 以上店代销一批零配件 代销价款是200万元 也就是让你按照200万来外卖 好 到底卖了多少呢 下面说了代销清单列明 已销 多少 已销售代销零配件的60% 卖了60% 并且呢 假公司收到代销清单时 给已公司开启了60%的发票 以上店呢 以上店啊 以上店呢 按照代销价款5%来收取手续费 手续费税率也给出来了 那我们这个题目 我们不用关心太多 我们就是问 应该却多少收入 就是200%60%呗 对吧 就可以了 所以答案呢 是A选项 好 接下来看这道代销题 下一个讲中 委托代销商品的企业 根据代销清单 确认支付的代销手续费 应该借起什么科目 借起什么科目 销售费用啊 对吧 签计注意不要充减收入啊 记住销售费用来处理 在我原来讲课的时候呢 经常讲这么一个例子 说来 让以上店来帮你 帮我们来卖货 说售价10块 最后还给他1块钱手续费 问你确认多少收入啊 一定要知道 确认10元的收入 然后1元的销售费用 不要对地确认收入 一定要把握住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第六个销售材料的业务 销售材料业务 我们前面已经反复讲的太多太多 对吧 核心点是什么呢 就是销售材料带来的收入 不是起的主用业务收入 是其他业务收入 材料成本呢 记住其他业务成本就可以 来我们看这道题目 第十题 假公司向乙公司 销售一批原材料 开具的发票上 注明价款是2万元 增税税额是2600元 想想这个业务场景啊 假公司把自己的材料给卖掉了 卖给乙公司了 假设我们就是假公司啊 那想一想 我们要是颜串妈呢 颜串妈就把羊肉给卖出去了 对吧 不生产产品了 把羊肉这个材料给卖出去了 那我们怎么来核算 卖羊肉就是其他业务收入啊 那羊肉的成本就是其他业务成本呗 来 再回到这道题当中 假公司卖的不是羊肉 卖的是自己的材料啊 买多少钱呢 卖的是2万块钱 税是收2600 假公司 说乙公司支付的款项 并存入银行了 该批财料成本呢 是1万5 也就是1万5的材料的买成本 卖了2万 还收了2600的税 就这么一些关键性 关键性的信息 怎么来处理呢 来看假公司卖材料的处理啊 一要确认收入 二要截软成本 确认收入时 确认什么收入 回答我 主营业务收入还是其他业务收入 是其他业务收入 来看一下他确认收入的处理 就是在我们前面讲 销售产品的处理的基础之上 把那个主营业务收入换成 其他业务收入就可以了 是材料的不含税的售价 是2万 那你收取的税额 就是相当税额 收钱了 还没收价 增加一项存款 这是材料的收入 就其他业务收入了 再截软 你财料的成本 那原材料没有了呀 原材料没有了 反应什么呢 其他业务成本增加 这是卖材料的处理 在我们未来考试考大题的时候 考到收入大题 往往拿它来经干扰 又简单 又干扰了 一定注意 它是其他业务收入 在未来考大题的时候 针对于这道题 还有可能产生另外一种问法 说这道题 对利润有多少影响 对利润影响额就是 你的收入金额 减你主营业务成本的金额 就是你对利润的影响 2万的收价和1万5的成本 影响5000呗 对吧 好了 我们来看两道题目 看一看材料 是怎么来进行考核的 第一道题 我不想讲 留给大家自己来做 就是销售材料 来问你 到底确认主营要有收入 还是其他要有收入 确认主营要有成本 还是其他要有成本 金额怎么算 自己来做就可以了 来 我们来讲 第二道题 是销售材料 在计划成本核算情况下 材料销售的核算 来看一下 某且为增税一般纳十人 增税税率为13% 本月销售批材料 价税合计是5876元 给出了价税合计 那再算 其他业务收入的时候 一定是 那个不含税的价款 对吧 同时告诉你 这批材料成本呢 是计划成本 还给出 它的差异率是2% 最后 说不考虑 加因素 该且销售 此批材料 应该确认多少损益呀 就应该确认多少利润呀 那你找到 其他业务收入金额 再找到 其他业务成本金额 二十之差 就是你的利润额呗 对吧 我们现在先不考虑分路 先解决提的问题 其他业务收入怎么算 我写一个 期收 怎么算呢 就把它含税价款 除去税 就是不含税价款呗 就是你的收入 含税价款 5876元 税呢 是1加13% 对吧 这是它的税率 这样呢 就得到你不含税的收入 那其他业务成本呢 其他业务成本 可不是你的那个计划成本啊 一定要把计划成本 给它转变为实际成本 那怎么转 那就是用你发出材料的计划成本 乘以1加减差异率 还记得 怎么把计划变成实际吗 就用计划乘以1加减差异率 就是你的实际成本 这个题目 差异率是正 每100块钱多花2块钱 那你发出的材料 4200 4200多花多少钱 用你的计划成本 加上多花钱 就是你实际成本呗 用4200乘以1加减差异率 这里的差异率是正 那就是1加 1加2% 好 这就是其他业务成本 然后用我们算出来的收入 减去加业务成本 二的差额 就是销售材料带来的损益 也就是影响你营业利润的金额 好 这是具体的计算的思路 大家自己算一下就可以 分路呢 希望分路大家也能写出来 来看一下我们分路的书写 这是确认钱 确认收入 确认销项税额 这是那个不含税的收入 成本呢 原材料减少了 然后下一个成本增加 原材料是什么成本 是计划成本 实际成本呢 是你算出来的 然后用计划成本的 和实际成本的比较一下 哪边小 哪边写材料成本差异 材料成本差异 是一个找评的科目 对吧 这是在材料发出时 用材料成本差异 来进行照评 好 现在代方小 就代材料成本差异 它实际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原材料按照计划成本 减少了 发出了吗 那这批材料的差异 也要进行转出 对吧 你是超支差异吗 就从代方来转出 从代方来转出 这样 你的材料实际成本 是在计划成本基础上 加上你的差异 就是你的实际成本 好 第七种要有情形 就是销售退回 销售退回处理呢 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 你销售是怎么处理的 退回时做相反处理 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有一段话 这段话我先不说 我先通过例题来进行说明 然后把握着一个原则 与销售时相反就可以 来我们看这道例题 第十一题 2020年5月20号 假公司销售一批商品 增值税专用发表上 著名的售价是40万元 税额是52,000元 客户收到该批商品 并验收入库 当日收到客户支付的货款 存入银行 该批商品成本是30万元 该项业务属于 某一时点累行的履业义务 并确认收入 上面一段说的是 5月20号卖货的处理 给出了你卖货的售价 给出了增值税 还告诉你对方已经收货了 就让你确认收入呗 对吧 好 5月20号 确认收入截转成本 接下来看两个月以后 7月20号 告诉你退货的相关信息 说该批商品部分质量 出现严重问题 客户将该批商品的50% 退回给假公司 没有100%退货 退了一半 是吧 假公司同意退货 于退货当日支付了退货款 卖货那天收钱了 退货那天呢 把货收回来 把钱退回去就可以了 是吧 好 说并且开具了 红字的专用发票 为什么说开红字发票呢 你卖货那天开篮字的 退货那天呢 就开红字的 代表充件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假公司应该如何来进行处理 来 看到卖货那天处理 和退货那天的处理啊 这是卖货那天的处理 5月20号 要确认收入 要节转成本 对吧 那退货那天呢 来 告诉大家 退货那天 就是与卖货时 相反的处理就可以了 卖货那天 确认收入 确认成本 退货那天呢 充收入 充什么就可以 与你卖货 完全做一个大条个的处理 相反的啊 来 原来卖货时 借银行送款 带重要收入 带消息税额 退货时呢 反过来 看 退货时 借主营业务收入 借消息税额 带银行送款 看看 是不是反过来呀 做相反处理嘛 对吧 那 卖货时 是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库存商品 退货时呢 再反过来 反 结果就是 商品增加 充减主营业务成本 看到了吗 所以 退货 做与卖货 相反的处理就可以 未来考试时呢 就来考你 这个退货时 怎么来进行啊 处理啊 一定要拔住 难吗 一点都不难 但这里 马上产生一个问题啊 五月份卖的货 七月份退的吧 应该充五月份的收入呢 还是充七月份的收入呢 注意 哪月退的 就充哪月收入 你看 七月份退货时 充的是七月份的收入 比如说不合理呀 没办法 因为五月份 你买货以后 确认收入了吧 五月份都结账了 六月份 重新打鼓 领开账了 你七月份 再充收入时 想充五月份 充不了了 只能说哪月退的 就充哪月收入 就充哪月成本 就可以了 听听意思了吗 所以说 七月份退货时呢 叫充钱利润 充钱多少利润 收入是20万 成本是15万 那20万和15万呢 那就是 有5万的利润啊 导致 七月份的利润 减少了5万 收入减少20万 成本减少15万 利润减少5万 这个娘都明白啊 哪月退的 就充哪月的收入 听听听意思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前面这个 看前面的结论啊 前面结论说 以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的 售出商品 发生销售退回的 这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售出商品发生退回了 它有两种情形啊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第二种情形 什么情形 当时已经确认收入了 现在又退回了 还有一种事 发售商品时 没确认收入 那个我们大家在说啊 现在我们说 你当时确认收入了 现在发生退回了 怎么来进行处理啊 说除属于资产费代表 日后事项以外 至于资产费代表 日后事项呢 那是终极要讲的内容 我们现在初级 根本不涉及 我们就把它忽略啊 不管它 我们看的是后面的 在什么时候充减收入 既然退货了 要充减收入吗 说且收到退回的商品时啊 应退回货款 或充减应收款 因为买货方把货退给你了 货退给你以后 你要退给对方钱呗 所以要充减退回的货款啊 要充减货款 如果你当时账上是应收款呢 既然他退货了 要充减应收款呗 所以说应该退回货款 或充减应收款 反映 钱这种资产没有了 同时要充减你的主营业务收入 当时劝销项税额了 还要充减销项税额 然后把你收到退回的商品 入库就可以了 增加库存商品 充减主营业务成本 对吧 这就是当时劝收入了 然后你再退货了 怎么办 与销售做一个相反处理就可以 再次强调 乃月退回的就充乃月收入 充乃月的成本 这是已经确认收入了 你退货怎么来进行处理的 那如果我们补充一种情形 在你发出商品时呢 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你当时怎么处理的 退货 做一个相反处理就可以 在当时处理时 是这样处理的 是借发出商品增加了 减写了 然后是带库存商品减少了 对吧 这是卖货时的处理 那接下来我们退货 那退货就做相反的处理 做相反的处理就可以了 那怎么办 再增加库存商品 然后减少发出商品就可以 看到没有 库存商品增加 即借方 发出商品减少 借贷方 完全做一个 和发出相反的处理就行 在未来考试时呢 可能会考核这两种情形 没券收入时 与卖货相反 券收入时依然与卖货相反 只不过相反的分路不一样 好了 这是销售退回的处理 来 我们先来看两道题目 来加深一下理解和记忆 看这道判断题 企业售出商品发生销售退回 对于已券收入 且不属于自然负责表日后事项的 企业收到退回商品时 应退回货款或充减应收款 这没问题啊 你收到商品了 要给对方退钱 如果不退钱 当时你账上有应收款 就充减应收款 总之减少资产吧 对吧 好 说并充减销售当期的主要收入 不对吧 就说是充减你退货当期的 不是充减你销售当期的啊 所以这里就表述错误了 所以这句话整体就错了 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这道单选题 某企业售出商品发生销售退回 该商品销售未确认收入 且增税纳税义务尚未发生 就是我们教材讲的 讲的那种情形啊 把货给对方了 当时对方给不了钱 也没确认收入 当时只反映 库存商品减少 发出商品增加 现在呢对方呢 还良心大大大好啊 那没把货卖出去 把货就退给企业了 这时你收到退货是怎么处理 来看一下 该企业收到退回的商品 应该代寄什么科目 可能问代 也可能问借啊 想想你收到退回的商品时 是借库存商品 带什么 带发出商品呀 所以带发出商品就可以了 所以答案选择C就行啊 对于销售退回 在未来考试考大题时 百分之八九十都会考的 就是你前面确认收入了 现在我要充收入充成本 对吧 百分之八九十都要考的啊 我们在未来 在大题当中呢 再来说他怎么来处理 就是简单 就非常简单 充收入充成本就完了呗 好 这是销售退回的处理 好了 我们把一般销售的七种情形 都讲解完毕了啊 最麻烦的是哪个呢 哎 你觉得哪个最麻烦呀 就是把A商品 B商品一块卖给对方了 A商品先发出的 B商品一会以后再发出 但是A商品的应收款呢 需要等到B商品发出以后 才能真的收回 那这时A商品发出了 那笔应收款 通过什么科目核算的 是合同资产 一定要加以注意 那是特别麻烦的 至于其他的情形 相对来说都比较好处理 但是要求同学们 把我们这七种情形 都要求掌握住 未来考试时 就从七种当中 拿出四笔业务 组成一道大题来考你 非常常见的一种出题方式 所以说七种方式 务必要重点来把握 好 这个考点我们就讲解完毕 我们就先讲解完毕 我们的警察 就觉得要去 我们先讲解完毕